2018年6月30日,法国4B3险胜阿根廷,成为了第一支挺进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球队,而在同一天,国足前锋张玉宁也没有充当看客,海牙队夏季首场热身赛。 正式开战,对手是荷兰敬旅卢迪南俱乐部,本场比赛,张玉宁首发上阵,比赛进行到了第38分钟,国际张队海牙队先把头筹,海牙球员右侧45度传中,在禁区内跑出空挡的张玉宁把脚目射,海牙队1比0领先。 此前李皮曾断言,张玉宁是中国足坛的无球跑动第一人,从这个进球我们就能看出张玉宁的跑位能力是多么的强大。 队友在边路传球之前,张玉宁先是横向跑动,示意队友把球传到自己的身前,但没想到这只是国际张放出来的一个烟幕弹,他此举是为了引蛇出洞,然后再将其一网打尽。 果不其然,当卢迪南的球员,上前封堵张玉宁的得球线路之时,国际张再来了一个纵向跑动,神不知归不觉的杀入禁区,为了避免过早的在阿甲克斯和埃恩霍温等和甲净旅面前,暴露球队的进攻获利。 所以主教练哥罗内迪克,选择了韬光洋会,提前把张玉宁换下,这也可以让他继续考察其他的替补球员。 最终凭借着国际张的进球,海牙对7比0血系卢迪南俱乐部,面对手秀就破门的张玉宁,许多国足球迷纷纷送上祝福,手秀进球,日常操作,中国足球的未来,张玉宁牛啊,手秀进球。 这次忽视张玉宁的标签。